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蠻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鏡花先生,贏者 上星期,沒錯,講完一套你的名字吧 事先聲明 在大家討論這個,我們太著重時空方面,我們是不會道歉的 原因在於是什麼呢? 已經說了,後半部你是可以不用聽的 那套東西大致上都跟我們說了很多 除了我們說劇情上覺得有一點問題之外 我們不是說那套東西不行 我們只是說那套東西是超乎了他想像中的預期 正如很多人的評論一樣 如果你看開動漫的情節,或者看新海城的舊作 你見到其實是集大成的 你不會對一個有業接觸的動畫的人來說 就不會吹捕動那麼厲害 難免就會有一些批評的地方 不過我想很多主持都同意 就是這套動畫都是一套不錯的動畫 我至少是一套,不會說很好看 我們今天要說的 都是就回這個主題底下 而我們覺得另一個監督,另一個導演也需要說一說 這個都是千禧年開始跑出之後 也有一個新世代很受歡迎的導演 今次就說世田手這個 其實現在新海城這套你的名字爆紅了之後 就很多人吹捧他現在的新公其進 其實如果你要說那套拍攝的風格來說 其實世田手是更加接近這個名字 雖然世田手應該不會喜歡這個名字 作為一個被稱為動畫界的新星 就是因為公其進的哈爾移動城堡 而令到他心敗名裂 成為了動畫界的過街老鼠 所以這些過節的東西 反而他應該最不想要新公其進這個名字 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其實他的風格是繼承了的 由他講家族的東西 怎樣講日本人的家庭 伴的東西 到他融入了很多日本的奇幻 那些奇幻傳統的情節在裡面 其實都很有公其進一些影子裡面 不過我們之後就繼續說 當然時空少女之前 那些全部都是恩怨內容 我們就不在這裏討論那些恩怨內容 花生不說那些 自己上網就有很多 你上網只要打世田手 再打公其進這兩個字 其實已經有很多內容 我們都不在這製表這些 大家上網能夠看到的內容 也沒什麼意思說 都過去了 反而你說其實世田手這一套 穿而視空的少女 當然一開始大家最認知就是那個動作 然後其實大家拿來最多的 跳躍飽的動作 就是惡巧拿來 但其實這套作品 叫做是再一次令他翻山的一套作品 這套其實都很久了 但大家對這套作品 其實最印象深刻的是什麼呢 最印象深刻的位置 一來就是 將一套本身已經很舊的小說 就是穿了時空的少女 他重新喘息過 因為他雖然是拿了那個 跳躍時空 還有那個故事的主題 去說 但其實整套其實是新的 甚至連原作者 童正康隆自己都說 這一套真是一套 我自己都承認是一套好的 新的時空少女作品 應該這麼說 在一個remake的情況之下 他真的remake了一套 連原作者都覺得說 是符合現在這個世代的人去看 但也沒有失去了 他原作原味的一套改編的作品 我想那樣好的地方 就是我都是比較久之前 所以看的時候 是覺得他用一個不同的方式去知識 青春劇是挺清新的 那種感覺 尤其是說回一些很單純的校園的戀愛 其實是用這個時空的設定去包裝 就是引你怎樣去把握自己的青春的機會 這些東西 那個故事本身的設定 和主題緊構到這件事 那樣是我覺得那個故事 比我還覺得現在還是好看的地方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是很統一的 整件事情 我會這樣說 其實我看世田首的作品 會感覺到一個 就是有《初遺時空少女》 其實這一套開始 劇情其實我挺喜歡 就是他的劇情不是很拖離大水 就是很爽 如果用鏡花的形容 可能是青春 即是故事性 他講完一段之後 就說不會再停留一個位置 就會講下一段劇情 不會有一個拖拉期 或者是很長 因為其實其他的作品 很多時候可能會就著 當然有機會在一些題材不同的情況之下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什麼 可能會糾結了一件事 糾結到就是最後那一刻 突然間叮一叮 沒有了 我脫離了 告訴你 細田首的作品 就很少會在這些位置 這麼大的糾結 而且我覺得 細田首監督了這麼多套作品 我看完之後 我發覺 如果你說新海城 他著重的是什麼 著重是畫 或者是愛情遠距離愛情觀的話 我覺得細田首 著重的反而是故事性 即是你會見到 如果我們這四套 即是我們接著類回來 會講的四套動畫 你會覺得故事性是很緊湊的 即是流暢度很足的 或者這麼說 這個不是說 新海城的不好 或者說其他動畫的 導演監督那些不好 但很顯然 細田首在挑戰主題上 在他叫做再起之後 你看到其實那個主題題材 其實他幾多元化下的 尤其其實是 村上市中少女是講校園劇 但之後慢慢就擴展 由校園 即是年輕人的冒險 到講家族 有天少 到真的講家族 到家族這個主題 再玩多些 玩《異世界》 就是一步一步上去 你看到這些 而且我也覺得 節奏明化這件事 一定是村上市中少女的特點之一 因為 想起 其實他一直說 他跳躍的時間段只有三至四天 但他搞了很多剪接的手法 玩很多 用這個重複時空的循環 去講回原來 同一件事情 怎樣走兩個方向 這些其實是很明快的節奏 所以你看到 故事其實事情發生的事不多 但裡面是緊湊 還有你會覺得 想去探知 其實事情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我也聽過 一些人會將這一套 細田首的作品 不是跟他說其他 是用這一套 再跟你的名字那個 因為大家都用了少少時空的概念 去比較 當然兩套作品的比較性 就是 我覺得唯一 是大家的質重點 在哪個位置 因為新海情質重在這套 當然他想說的是 另一個主題 但很顯然地 大家比較 無奈地大家集中了 其實在愛情的部分 但這一套其實 就用了多角度觀點去看 即是不再純粹就是 主角 真琴的視點去看這一套 反而會加上其他的 其實令到整個 從來 當然因為他的從來 很簡單 只是一條線 而且很不同的是 新海城的你的名字 是 那個時間的設定 那個巧妙 他是想製造 那個愛情的事件出來 我意思是說 其實他那個時間的設定 唯一的方法 就是想鋪陳 就是他最後兩個人 忘記了對方的名字 其實是這個最重要 但是春日時空的事件 是不單止這樣 就是他當然是想 最後的loop就是 真琴和千兆 他們兩個要分開 因為他們已經用了 所有的春日時空的方法 當然製造距離 他也是有同一個手段 但是他的時空 是不單止的 他本身都是想玩 就是說 如果我這件事情 從來一次 是不是就代表所有事情都好呢 究竟我是不是要把握 時間清楚 是不是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事情 也有說話 甚至阿姨那個說話 其實他怎麼去帶到 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去幫他解釋 想回其實所謂的時光是什麼 這些是豐富了的設定 導演對待同一個設定的方法 也不一樣 當然我覺得這些事情 都是說 好事來的 跟一個題材底下 看到不同 但是老實說 如果是春日時空的少女的話 其實在世田首的作品裡 我更喜歡的那一套 其實是夏大作戰 他之後那一套 他之後這一套 給我的印象 其實是最深刻的 這一套 這套我也是覺得 四套裡面 我覺得是最完美的一套 這套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印象深刻 原因是在於什麼呢 是在劇情起伏 大動 我不是說劇理的問題 是劇情起伏大動 每一個段落都有它的高潮位 你可以跟著它的視點發展故事 沒錯 看下去就變成很上身 當然有某種異常的 它是因為題材上而有加成的 就是因為它加入了電子世界裡面 網絡世界系統 還有就是因為它在裡面 可以做一些很超乎 我們稱為數碼暴龍式的打鬥 不是啊 我覺得有地方精彩 就是說 他在網絡世界裡 那些配色可以很大膽 也可以 那些配色就不只 我們常生活看到的配色 甚至乎七彩 甚至乎七彩都可以 這個配色其實是 時空的少女裡面 穿越時空的時候有隧道 那些是進化版 其實是 我也可以這樣 所以你們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其實 世田手有一個位置的玩畫 是很有趣的 它怎樣去配兩個世界的不同的色彩 去表達兩個地方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這個是很有趣的 都是它之後 你說狼得孩子說話語 都是其實在這個比勢 和現實世界裡面 它都有玩回同樣的概念 其實是會 所以看到就是 我可以說這個是世田手的風格 確立了一個 它用這些 展現兩個不同的世界 那個風格 其實會一出 就是它用顏色的構成 去令到你知道 現在你處在哪個世界裡面 當然你說 下大作戰 其實再更加說多了 其實是講家作 雖然之前說 世田手試了很多新的嘗試 但是在題材上 其實它開始找到 它希望用多些不同的角度 或者多些不同的切入點 去討論的東西 它亦都是切合 扶演今社會 去牽涉到一個很敏感的題材 就是那個網絡世界的題材 如果那個網絡世界突然間 你融入了 我們現在個個都有手機 就是個個都要上網 用 突然間這個東西沒有了 它會產生什麼後果 就在這套 Summer World 展示出來 它裡面更重要 就是剛剛我說的 就是家族的團結 當然 下大作戰那裡 其實用了一種 比較寬樂的手法 就是你看到 就是整班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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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族的人 各有特色 其實你可以說是 有公務員 有公務員 有消防員 有消防員 有警察 而且其實 在那套東西裡面 你知道就是 那一家根本是很有勢力 就是它是一個大家族 在這個大家族裡面 其實它最好的就是 它用主角建議的角色 去看這些大家族的人 在這裏其實是有趣的 這件事你看到就是 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就是等同於可能就是 你什麼呢 你可能認識一個朋友 認識了很久 跟你認識了他的家 然後說 那麽大人 感覺上就是 當你帶平民去上流社會 那種感覺 又不算 看著你面前那些 就是現今現役的警察 或者現今現役的消防員 那些 那些都不是普通的消防員警察 而且是ahead那種 而最後甚至 當然 我們在這一集裡面 我們不會長講 四套裡面當中的內容 其實你說 下大作戰裡面 其實更加 我覺得它裡面最感動的 當然是玩花澤 和全世界萬眾一心 我賭你贏的 賭一局而已 贏就贏就輸 他很懂 這套東西 見識到其實 細田手在這個位置 很懂得帶動 氣氛 還有大家要留意 其實細田手在村元時中的少女 沒有開始的 但其實在夏大作戰 開始看出 他在劉伯那方面 其實下了功夫 很多時候就是 時間就到的時候 畫面停頓 什麼都沒有 這些其實在動畫電影裡面 我們經常都說 你剪掉了它 你不如給多點時間去那個位置 你講些又不講些 好像吊著人 不是 都不是講些不講些 是什麼呢 它是用一個不講話 或者畫面的停頓 去表現那個氣氛 現在那樣東西 但有些時候就是什麼 有些時候我們會稱為 過場 一個小時裡面 你搞了十幾分鐘 留八位 那你不如用這些 去放在更加有意義的地方 我想應該是 夏大作戰玩多了 因為我沒有看過夏大作戰 但我也記得 雖然時有些少女 有嘗試過做一個 都是這樣的畫面 有一幕就是珍琴 然後發現自己還有一次的 處理射手能力 那時候不是一條街上跑的 有一個打橫的Pan 一個Shock 然後他跑兩三分鐘 那一段沒有對白的 只跑只跑 只跑 就是在不靈光去處理 其實都是有那個位置 就是看到他 他純粹用畫面 還有鏡頭的運用 就是他有多份力出去跑 這裏也是 你見識得最多的 留八的位置 其實好像是 當阿麻死了之後 其實是整家人 萬眾一心之後 中間裡面一些 你見到那些位置 是很無謂 其實你不需要 上班時間 每個一個Shock 給他就可以了 但是其實 細田手在那些位置 就做了很多的留八 我想其實是 每一套動畫 細田手都有嘗試 用鏡頭玩多些東西 剛剛我說的那個Pan Shot 網上一段片 都有說到 其實細田手很喜歡用的 我沒有看夏大作戰 不知道是沒有一個Pan的鏡頭 但無論是少少少少女也好 狼羽孩子與雨雪 到怪物之子也好 其實也有一個Pan Shot 狼羽孩子與雨雪 是說阿雪去了小學 以及阿雨也去了小學 他們有一個Pan Shot 就是說他們不同年級的班房 就是語與雪 有不同的學校適應 甚至是狼羽孩子與雨雪 這套的作品裡 其實是用了很多 甚至不是說 剛才鏡花說的 就是一些什麼呢 時間跳躍 他們兩個人的成長過程 另一種就是 另一個在畫面裡 其實會看到的就是 當阿雨 決定了去深山 過狼的生活的時候 他與他媽媽 決別 那一刻 都是有大量的留白 但那一刻 他不是用一些 對白式說 我走了 不是很煽情的對白 或者這麼說 有些東西說出來 層次可能會低 反而就是 你感受 你感受這種離別 你代入他的角色 感受一下 所以看下去 這套東西裡 其實是更加看得出 在細田手 在那個拍攝手法上 其實是再一個 有一個進步 那一幕其實是漂亮的 因為那一幕 我記得是媽媽阿花 她說 為什麼你要走 我什麼都沒有給過你 但其實 魚最後做的事 就是狼 用狼的身體 爬上山 然後叫 告訴你 其實你已經搞識了很多 我已經可以自立了 或者這樣說 因為這裡也是一套 他講的就是家族 更加講的就是 父母照顧孩子的過程 即是家族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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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團結 自己 最重要的就是 他本來是相同的身份 都是一個狼 和人 交合後的狼 子女 但他們選擇的道路上 是不同的 他展示不同的時候 我覺得是 反而這套作品 重要的地方 這個重要的地方 也是在演繹 其實說 給孩子去決定 他自己的 將來 我想他多說了一個階段 是家人那裡 一開始怎樣 湊大你 怎樣守護你 到你怎樣成長 那個成長 其實最後是說他離開家庭 某程度上 例如狼那裡 到怪物的孩子 都有這個說法 其實是有這個 或者是怎樣去回 原本的地方 那些東西 那個是多說少少 就是那個人 怎樣去撫養之下 怎樣得到那個 他做無愛的保護之後 然後我自己也脫穎而出 應該是一個這樣的說法 我會這樣說 其實西田手拿的 通常有些題材 夏大壯子不計 來說 其實狼的孩子 和怪物的孩子 那套 兩套 其實主題其實是很難寫的 難寫的地方是什麼 你很容易寫得很悶 不是說他沒有一些很厲害的部分 而是什麼 因為很日常 有些東西會是 其實我覺得怪物的孩子 就是再豐富了內容版的 羅的孩子語言說 我程度上來說 事實上是會的 羅的孩子語言說 我都不得不承認是有點悶的 因為你相比起 另一個兩個內容都很豐富 羅的孩子語言說 其實就慢了 而且他真的很著重去說 那個怎樣 一個母親奸身 臭大 好像阿順的故事那種 那種很傳統的日本劇 那種 沒有愛有多偉大的那種 反而怪物的孩子 又多了一點 例如師傅 和紅痴 和和別人打鬥 劇情 其實內容更豐富 我想兩個是有少少 拿了羅的孩子語試的經驗之後 再拍《怪物的孩子》 我甚至會覺得 其實羅的孩子 其實就是 集中在關係上 而《怪物的孩子》 其實是 將《下大作戰》的元素 放進《羅的孩子》 變成《怪物的孩子》這套作品 因為看到的其實 很多危機的其實 有《下大作戰》的影子 其實它是會有的 當然題材上 我覺得你說 《怪物的孩子》對我而言 其實沒有那麼集中 還有就是 因為本身有個親情的東西 再加上一些動作 我覺得 還未去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我想反而《怪物的孩子》 是有少少太多東西了 我覺得已經去到 例如說 我覺得很可惜 卡耶迪這個角色 即是瘋的角色 其實可以多些鋪襯 現在感覺其實 他純粹是一個工具人 工具人的意思是 他好像幫他解套了一件道具 給他書籤的帶給你 我們就可以治療自己 不讓黑暗吞細 有少少只有這個作用 故事裏面 他有重疊的 跟狗太 阿蓮的角色 例如大家都是說 其實他原本的父母 是撫養不到他的 但真正的家人 是瞭解他的人 這個角色是有他的故事裏面 但說得太快了 所以其實鋪襯不夠多 就完了 或者這樣說 這個也是關乎於 細田手 他在作品裏面的角色 大多是有悲慘的遭遇 不只是主角 是配角也是 我很多人都認為 是因為他的經歷 令到他對於這些角色 會有一種感情在裏面 你看到的 無論是狼子鞋子 連配角阿草平 他都說 我媽媽有這個小孩 他打算不要我 我問配角來 你用不用更慘 其實是隱喻 公其進已經說 我有個兒子 我不用要你 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其實甚至有人覺得 熊切和九太 實際熊切是公其進 其實九太就是 細田手自己 這個也是一個類似的比喻 或者有些人 反過來就覺得是他爸爸 是的 也可以 那個原因就是 喂 你就拋棄了 其實很有拋棄的味道 甚至你說 浪子鞋子樹 這裡沒有拋棄成分嗎 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名的爸爸 阿狼仁 他也是死了 鹽包氣了 真的有這個味道 沒有的 你搞定他 你OK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阿哈拿 應該是 細田手 不過是這樣的 爸爸就是想保護他們 才是死的 有些人有個解讀 幻想就是 爸爸這個角色 好像是 然後就是 說了一句 對不起 其實是 有些人覺得 其實是 他很想公其進 跟他的角色 不好意思 哈哈 不過我真的覺得 其實浪子鞋子 是最像公其進 因為公其進 我想看得多都明白 通常那個角色很自立 女社角色一定是 自立 獨立 強勢 一定是這樣的角色 其實阿哈拿 是很有那種感覺的 她自己一個人去照大兩個兒子 遇到很多困難 好像她都不認識 但她都可以很辛苦地照大他們 也有一個 她們很喜歡說的戲劇元素 因為當時我看這套作品 我經常都會覺得 是甚麼呢 其實是甚麼呢 哈拿是會死的 不是我經常覺得 花貓很厲害 她這樣的年紀 去照大兩個兒子 真的很厲害 花絲奶真的不覺得死 花絲奶真的很厲害 不過夏大政那裡 明顯就放了 在表叔的角色 就是系統的自己 整家人都好像 不太理他 不要他 可能她的家族認為 你知道她的家族 也有警察 也有舒服員 也有 可能她覺得程式設計 原來是很普通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 細年首在拍了《One Piece》 那一套作品之後 她已經釋懷了 沒有聖天的 是釋懷了 是對這件事釋懷了 但很多人都認為 其實在她的作品裏 不多不少 她可能是下意識之間 都將這種情感 再投射了出來 在她的作品裏面 反映到這件事 當然你說 十年首的作品 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其實 她很少背景 不會有一種 好像《新海城》那種 有一種現實的無奈 那種其實會比較少 如果比較的話 例如說 《孫月時空的少女》 那個結局未必很圓滿 但其實她的故事 是想告訴你 所以可以積極移向未來 我期待一些事情 在未來發生 其實都很光明 相反的《新海城》 所以《新海城》也有類似的東西 趁我一套 《你的榮治》 或者《賢月之亭》也是這樣 《賢月之亭》 《賢月之亭》 最後才是小說版 才給你 credit 那倒是 所以看《新海城》的作品 其實看出來 其實我會這樣說 我們之前說《新海城》 其實我會說 我是需要一種情緒 我是需要看的時候 才會合適 但《新海城》那時候 這個方面 沒有那麼大需求 對我來說 還有《新海城》是大片導演 他每一套 很多動畫的檔期 都是放暑假檔的 其實 他是想每一個年齡層的人 都去享受他的電影 所以《新海城》自己也說 這次他還是擴大了一個年齡層去拍 但都想不到這麼多人看 他自己也覺得 其實 哪一個人都感覺到 我想說的話 但《世田》都不會想這樣 他就覺得 我要拍給所有人看 他就一定是 兩個其實叫做 新世代裏面 我不會說是公其進的繼承人 即是公其進之後 開了另一個新的世代 而兩邊其實 而他們用的技術 和用的主題 其實都有很巨大的差別 令到我覺得 日後其實是多了東西看的 的確是會 這個我覺得是值得期待的東西 其實可以這樣說 就是 尤其我覺得拍《怪物的孩子》之後 雖然我覺得 他有些位置是太多元素 令到他的故事 不夠 性格集中 但是都越來越見到 西地手是很適合到 大家期望一些商業導演 會做到的事情 而他是不失自己的風格 那些孩子 我程度上 是調轉了《狼的孩子》的語言 有一個同樣的地方 就是 Hannah這個媽媽 花 其實是不知道狼的雜性是怎樣 她不懂怎樣抽 但他都盡自己能力去抽 相比之下 其實一樣的 紅癡 其實是不知人類怎樣抽 但他就更加不懂 更加不懂 他基本上連怪物都不會抽 對 但他就 反而他的孩子五成比較高 這個是相對的主題 但兩樣都是不同的 就是 他把所有東西都獻給他的孩子 尤其是 紅癡最後的故事說 就是他實情更加具體的說 他自己化為了他心中的劍 去守護他的孩子 其實這個位置是 我自己也挺感動的 他表達到的意思是幾副 你可以這樣說 下大作戰那個是連結 狼與孩子 教育義 另一個就是傳承 其實是一個 其實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其實都是連結這個主題 如果那些孩子再多一點是 互相富裕 其實狗泰也有幫到 紅癡去給他力量 互相影響大家 互相影響 如果是狼與孩子 其實更多的是花富裕 給他兩個小孩 他兩個小孩 他不是說沒有給他 不過在故事劇情上 沒有那麼多的篇幅 你會感覺到這件事 他比起著重 都是無害的部分 對 而給他最多的部分 是因為是他爸爸 一直都是他 原本是狼人爸爸的支持 當然這個狼人爸爸當然是贏了 死了之後 你也真是 怪不得鞋子 唯一進步了其實是什麼 很多事情變了雙向 其實不是單方面 可以單方面的付出 會顯得這個故事 有時候會有些沉重 因為沉重的地方 就是你看狼的鞋子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一個問題 會覺得 阿花很可憐 丈夫死了 兒子逃了 生寨王 女兒也離開了 即是叫什麼 踏入了城市離開了 不是說他悲慘 但你總是覺得 給回一點點 credit 會不會跌好 相比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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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怪不得鞋子 因為本身是多了 你說剛才鏡花廠的人 紅哲 就算他不再化成了另一種形式 去跟狗太同在 雖然都有遺憾 但他們真正是合而為一 即是沒有離開過大家 你可以這樣去演繹這件事 相比起狼與鞋子的沉靜熱鬧 是不是對鞋子說的 就是那個怪物身處 都市那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好像經常開派對 很熱鬧 充滿著很多誇張的人 很多事在發生的地方 其實他也不是很想寫些 很悲慘的東西 他也是想宣揚這個正能量 即是就算你好像說 下大將戰也是暗死了 其實大家都很想 他不停地咬 他不是說你們開心點 是笑桑梨 人一定會死的 不過我今期要死而已 所以跟紅哲最後 他化成劍的時候 叫狗太陽不要哭一樣 我是守護你 你為什麼要哭 不需要傷心 即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不需要為了這個過程而傷心 只要你能夠把握到 我賦予給你的東西 其實對他來說 已經是一個最大的懷念 他已經說出場了 他說到人會被黑暗吞滅 如果不被黑暗吞滅 就是有支持你的人 去支持你 就不會被黑暗吞滅 相比起 其實就算是化成黑暗 一郎賢的小孩也好 其實他也有他的家人守護他 朱山王也好 他的弟弟姓二郎遠 其實也好是團結一致的正文 兩種感覺 但我覺得他的處理 雖然一面有點滑出場 但也不是太過雪教 我覺得這裡是好的 你會接受多一點 還有跟我的故事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就算是表達信息方面 他也是有他的高明 所以你說西田手是比較接近公其進的套路 但他也跟公其進的套路有絕對性的差異 這也是我之前在你的名字那集 沒有可能複製多過公其進出來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你應該說他已經走自己的路 他已經有自己的風格 這是屬於西田手的風格 雖然比較悲慘 吉博力也告訴你 就是放棄了福仔公其進的事情 甚至是他的兒子也不行 他兒子最後要拍《紅花板上的海》 都是拍你一些東西 我覺得才華不是只有一種定義的 不是說我一定要拍這種類型的作品 就是先是可以登堂入室入這個大家 全家大小都適合看 其實現在你看到的 剛才鏡花也說過 上年首的作品是暑假期檔的東西 等同於我們暑假期檔 在香港看什麼 《惡蘭》 雖然我不明白為什麼是看《惡蘭》的 我從來不明白為什麼 《惡蘭》是一個很殘忍的殺人故事 我們說得正面一點 《惡蘭》 感覺好很多 但你從來不明白為什麼《惡蘭》是入室的 當然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惡蘭》的作品其實都很長 一套其實 他都花了很大的時間才做到一套出來 他小一點就是 宮崎駿其實是否應該說 《新凱城》 你看的話 其實有些人進去看什麼呢 看技術 但《西田手》這下 其實比較難去看得到這件事 不是說他沒有 但比較難去看得到一些不同的形象 《西田手》他不是單純玩作畫 《新凱城》是把那個作畫 丟到一個很丟黑的事 丟黑到一個很極致的地步 風景和城市的感覺 《西田手》其實畫看上去 甚至是不太漂亮 尤其他的樣子的陰影畫法 是他的特色 他不一定要這樣畫 甚至這麼說 他的女角 基本上就是 鏡花經常提到的就是 地味 因為精本義行 一定會畫這種女角 其實《寧波麗》和《明日香》都不是這樣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專門使用少女和夏娥大雀 因為女主角的氣場比較高 而且氣氛比較多 但他後面看到的女角 你看到的是什麼 是真的平凡人 《寧波麗》甚至是重複度高到很誇張的地步 我也認同 甚至我覺得 阿楓是不是阿花來的 我想這件事就沒那麼容易 還有他一件事 《西田手》是玩技術的 其實是玩剪接的 剪接是很難去一下子認識到 那件事是有多厲害的 你看一次有時你必會分得出來 或者其實你要做比較 還有剪接沒有辦法 一件事就是 剪接這件事 是不應該 因為就是令到你自然去感受到 那套東西是怎樣去流盡的 你不應該去到 有這件事很特別 令到我很誇張 你覺得這件事很厲害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 《西田手》的作品裡面 角色的塑造 是平凡到幾乎每一套的能力 其實都是很平凡 平凡到是甚麼呢 最大的代表層 我肯定說的就是 《夏日大作戰》 《夏日大作戰》 那些人記住的 藍角是甚麼 《跪著馬》 以及他的化身角色 而不是記住的男主角 你就知道 在他塑造角色裡 在角色上 有改進的空間 我一去到《怪物孩子》是好少少的 《怪物孩子》裡面狗太的角色是很突出的 當然也算是 以他三套來說 你這樣說其實他跟《狼孩子》《語和雪》的阿羽 其實是差不多的 感覺和角色的素材 雖然你的髮型一定有 樣子不同一定有的 但你覺得那個感覺是相似的 其實是 性格上的方面不是有很多 但至少看到他行動上的表現為何帶動我故事 《語語》是比較被動 但《狗太》裡面是主動去令劇情推進 因為那套主視點是阿花 所以這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世田首啟》是一些商業元素的問題 其實《新海城》也不是做得到這件事 其實你看到他們這兩位的製作人 這兩位的導演 這兩位的動畫製作人 其實他們的作品的角色 其實不是我們好像… 其實是很重大分別的 怎麼進入的就是角色要平實 《新海城》甚至是特意的 因為他就是想告訴你這個故事 就是任何人都會發生這件事 不是因為那個人做錯了 而是命運的事件 但《世田首啟作品》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加多一點點特色 不過當然我覺得這跟主畫的人是有一定關係的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你起用什麼的 誰去做人切 這件事 還有這件事是《新海城》的故事似乎比較少 去鑽研角色 如何去塑造 多於是想說那個故事 因為他不需要太大塑造 就是正常人一個 他不太注重這件事 不像某些作品很喜歡 給很多特色和設定 或者給很多氣氛 這些就是喜歡了 但很多時候喜歡把故事的推動 集中於角色本身身上 但這裏比較常說一些大環境的東西 因為其實他有很多的角色 還有他加入了很多奇幻的元素 當然你可以說 他是不是都向著 近側 像宮崎進那類的 其實也不想有一個 就是踩到動畫的界線 因為一踩到動畫的界線 其實他真的對那個票盤真的有影響 你這個人真的不說得少 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 細田手那一套《穿著時空的少女》 之後再拍了真人電影台真人劇 其實你看到他做什麼 可以替換的 當然他在動畫裡玩的技法是有一樣的 但他不是要說 我一拍一套動畫才做都是動畫 這個是有趣的 不過我想這個是《穿著時空的少女》 我覺得是怎樣延伸 你這套作品是怎樣入屋 怎樣入屋這件事 我覺得是在說的 所以看下去 大家好像在這個位置 突然間把《穿著時空的少女》 但其實也不要忘記 其實還有一個 真是鬼才 真是堪稱鬼才的細田手 其實他的作品也是很值得 大家看如果未看過的聽眾 我推薦你 其實看回他過 其實不算是四套 他如果自己出來拍的是四套 你看看這四套 我覺得已經非常足夠 或者這樣說 他跟《穿著時空的少女》 你說起家這個位置 他已經成熟了 所以這四套 其實各自有各自完美的地方 不會說 《穿著時空的少女》 人是不用看的 只是看景色 吃景就可以吃飯 不同的 因為《穿著時空的少女》 我想新海城看這麼多作品 看他的玩的題材 是一樣的 但如何配不同的元素再玩 其實《穿著時空的少女》 《穿著時空的少女》 為什麼大家是好比 《穿著時空的少女》 被《穿著時空的少女》 其實人們很多時候 無可避免就是 《穿著時空的少女》 但《穿著時空的少女》 無奈地 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真的太著名 令到他就是什麼 我甚至覺得他要一輩子 背負著這個包袱 這真是沒辦法的事情 我有一點點是這樣說 他一開始的頭 就是令到他成為了這個導演 因為那件事才會拍到 那件事才會出來拍動畫 所以原初就是因為這個做起點 所以大家很難不比較 但是我覺得很悲哀 尤其是你無論怎樣也好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小不小氣的問題 但是當你拍到一些 就是我們剛才提及過的一些劇情 你會覺得 你還記住 都過了很多年了 其實也不知道 有些東西是我們喜歡的解讀 還是他自己去想 因為這件事就是 始終瓜田理下地 你沒辦法令到有些人不去做這個遐想 當然我覺得 你撇開這個遐想的話 至少在我的角度來說 他真的會懷疑 他拍這些東西 純粹是說這個主題之下 核心裏面 必然會發生的一些離合 或者是一些關係的連結 以及一些傳承 還有甚至我覺得 拍《慣慣的孩子》之後 他都差不多可以 跟一個公其進分開的了 他多拍一件事 公其進一定會拍到的 都市的風景 跟一個都市和人相處的 相比的 公其進是少很多說的 他是融合到日本的神觀 奇幻觀 到這個都市的風景 這三個月他都做了 其實他已經是不同的導演了 可以這樣去理解這件事 我覺得真的 不過我也很期待 雖然他還沒開始說 他有沒有下一部 但因為我也覺得 他玩家族的題材 都玩得很盡 我也很期待 下一部可以再拍些什麼 所以都會驚訝 《慣慣的孩子》已經是2015了 上年那一部 其實他平均大概是兩年至三年左右 一部 你理論上的話 就下年有機會 可能他會發表他的新作 可能下年會差不多發表 但是在你的期待裡面 你期待會是 再會是一個家族之間的關係 還是一個新的突破 我希望是新的突破 因為我覺得 家族的東西都說到七七八八 其實他可以轉言多一點 說回電子的東西 例如說過例 我想大家始終 他《夏日大作戰》的感覺 尤其他當年成名 就是《我們這些戰爭遊戲》 那時候他覺得 是很正的 其實他可以有多些素材空間 尤其現在我們的社會 說數碼的東西 說網絡的東西 其實是越來越跟我們貼近的 其實他有多些東西可以說到 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們也是極度欣賞 數碼和現實世界之間的 描繪出來的分別 真的能夠做到我們冷暖的感覺 其實他這方面的前瞻性 尤其現在很多人說電子東西 所以我覺得最後都是看一看 真的嘗試一下一看他的作品 不需要擔心會不會很悶 有家族有愛情有離別 他沒有那麼重 反而你會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輕鬆舒服的感覺 他不是那些要賣很沉重的東西 而是告訴你 他不是說哭吧 你幹嘛不哭 不是那種感覺 大家不需要看完之後 說糟了我沒有流眼淚 是不是我已經不青春呢 他是豁達型來的 你確實未知 我想如果沒有那麼特別興趣 家族的東西先從第一套開始看 慢慢再看下去 真的對 其實你從他最初那套 出現時中的少女 然後再看下大作戰 尤其他一步步上去 一步步上去 其實我覺得這樣看 反而是真的不錯 不需要因為什麼原因 再調轉他的次序 反而就這樣看 是更加理想 所以總之我覺得 如果你想有興趣知道 如果這個世代裡面 有什麼導演的動畫 是值得去留意的 細田手是一定要去看的 還有阿井手 阿井手 其實阿井手 都不是很新世代的了 那倒是 我承認的 你對的我錯的 是啊 那一套就是大家留意著的 其實是因為 下年三月的公學肌肉隊 但是那套不是阿井手 但是大家都很留意 那其實你說另一個 其實你說是大家最認識的 也是拍動畫裡面 就是動畫電影裡面 比較多的那個 然後就是去醫院 其實可能已經在說 對 或者可惜死了的金敏 金敏也很多科幻的 其實 不過英年早世 沒辦法 所以我想如果年代最冒起得最快 跟著也是最後提一提的 然後就是 師姐第二個之後 我們還有一套 就來上了 好像是不是另一套 有殺器官 其實都快上了 這個就是夏年年頭上 可以留意一下 未來其實你看到 很多動畫電影 陸續來 我也挺希望星之營可以 香港有上 也挺有興趣看這一套 這套可能之後 我們日後再有機會再讀 我們再讀 因為這套對我來說 其實是輸了給時間 不是輸了給那套作品 是的 因為真的適合給你的名字 那一刻 每個人都說你的名字 是的 又慘他又說愛情 而且始終他有一個叫做 殘缺缺陷的元素 身體缺陷的東西 有些人就一定會 瓜田地說 你說這些東西 你是不是什麼什麼 是的 但是OK 留下大家期待 我們之後會再講這一套作品 一定會講的 我覺得相信 或者其實如果大家 有些動畫電影 我們沒有講過 但有興趣去聽 其實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去看看我們講不講 或者怎樣講 是的 當然你不要留一套十八禁給我們 我們講不到的 好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